孙丽的父母于1995年离婚,孙丽跟着母亲生活,而好的父亲在几年之后再婚,并生一女,取名孙燕,长春国贸看到有报道称,孙丽非常疼爱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,两人关系好,每年暑假妹妹都会来她家住一段时间。 孙丽也喜欢带着妹妹一起出去旅游,妹妹的教育费用也一直都是孙丽承担,还将妹妹推荐给她当年的舞蹈老师那里学习跳舞,早在孙丽出演上海开时就带着妹妹进剧组客串《恶棍天使》《甄嬛传》也均由妹妹参与演出,在《甄嬛传》中,妹妹曾出演《小玉扰》,被问如果妹妹想往娱乐圈方面发展, 是否会同意?孙丽表示,我妹妹如果想当演员的话,我会给她推荐,因为她外表还可以吧,但她也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内在比外表重要。 据悉,如今高中生的孙丽学习学习也非常用功,是全年级数一数二的学霸。 觉doi 经营传人 üçün 语传人 感谢观看